小明很喜欢喝手摇饮料 可是零用钱不多 没办法常常喝 爸爸决定教小明煮红茶 这样可以省钱又可以常常喝 小明依照包装的说明 先将水煮滚 在三公升的水中 放入一小包的茶包 爸爸告诉小明 煮红茶有个小诀窍 放入茶包后 立刻关火 用浸泡焖煮的方式 红茶才不会煮过头 还可以将红茶的香味 彻底逼出来 过了二十分钟 小明打开锅盖 一阵扑鼻的红茶香味 蔓延整个厨房 小明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 好苦哦 爸爸笑着说 因为还没有加糖啊 红茶本身会有苦涩味 糖的甜味 可以将苦涩味盖住 剩下红茶本身的茶香哦 小明按照包装的指示 在三公升的红茶中 加入350公克的糖 若红茶此时的温度 为80度 将红茶视为水 根据砂糖在水中的 溶解度曲线 请问小明加入的350公克的糖 可以完全溶解吗 根据溶解度的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 当温度为80度时 每100公克的水 可溶解370公克的糖 3公斤等于3000公克 是100公克的30倍 100公克的水 可以溶解370公克的糖 3000公克的水 可以溶解的糖量为 370乘以30 等于11100 小明加入的350公克糖 比11100公克少 溶液没有达到饱和 也就是 350公克的糖 可以完全溶解在红茶中 你有发现一个小秘密吗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计算 就能知道答案了 根据溶解度曲线 温度为80度时 100公克的水 可以溶解370公克的糖 因此 100公克的水 也可以溶解350公克的糖 那么保持相同的温度 水量增加更多 增加到3000公克 也可以溶解350公克的糖吗 当然可以咯 一周后 小明决定要挑战 一个人煮红茶 小明在锅中 加入1公升的水 待水煮沸后 放入茶包浸泡 不小心失手 将整包1公斤的糖全数加入 发现糖竟然全部都在红茶中溶解了 他觉得非常神奇 不禁纳闷 这锅红茶 究竟可以溶解多少糖呢 小明开始拼命地加糖 此时 红茶的温度为60度 若将茶视为水 根据溶解度曲线 请问小明加入第几包糖 搅拌均匀之后 会出现无法完全溶解的情况呢 小明这次在60度 一公升的红茶中 加入1公斤的糖 锅子里的糖 可以全部溶解吗 有溶解度的曲线可知 当温度为60度时 100公克的水 可以溶解290公克的糖 一公升的水 等于1公斤的水 也就是1000公克 1000公克是100公克的10倍 需要的糖量 也就是乘上10倍 290公克乘以10 等于2900公克 那么一包糖1000公克 2900公克会是几包糖呢 2900除以1000 等于2.9包 因此加入第三包糖之后 会剩下0.1包糖无法溶解 产生饱和的现象 一公升的红茶 配上三包糖 喝起来是什么味道呢 当然是甜死人啦 小明只好重新煮一锅红茶 把刚刚煮好的那锅红茶给倒 没有什么倒掉啦 怎么能浪费食物呢 对吧 夏天在家里没事 可以自己煮红茶喝喝看 千万别学小明哦